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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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我打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马可波罗直接果断开大进场 王子修图不错 但是还是难以承受住 鱼姬的一个高爆发 再次被剪死 还有现在不进步的一个装备 还没有做得很好 看这波 下路的强打一波 但是我们看到安然一直在疯狂的时候 但是纳克路找机会强行扑 还没扑死 弓门武藏砸起来 而鱼姬也是交出了自己的一个闪现 闪下的主宰层 上次把这边其实大招打到了冬山 冬山有点难受啊 下路都被沟通之后 S1要选择反打嘛 是最好之后撤一下 这个时候如果安然被秒掉 会很难受 果然一扇砸死了安然 而王子这边是个残血 鱼姬能不能给一剑 这一剑还好没中 所谓躲一下 直接鱼姬大招打到了 这个主宰状态还很好 两条主宰先锋 有没有可能一波 S1有点扛步态 在主宰一场强行秒掉 这个鱼姬直接被反秒了 鱼姬开了个二技能 这一波导演的操作非常的秀 那么在这样的话 恭喜YTG2比1 拿下本场Bio3的胜利